接下来要带您认识的这一位听奥选手是游泳项目的曾舒宁 在上一届的墨尔本听奥以及2007年的世界听障游泳锦标赛 他都在50公尺杨勇项目打破了世界听障记录拿下金牌 而在这次的台北听奥他能不能三度刷新世界听障记录呢 大家都在看 我从来不怀疑 我可以打破世界记录 他是曾舒宁 2005年墨尔本听障奥运50公尺杨勇项目 以32秒31的成绩拿下金牌 这个成绩同时也打破了听奥世界记录 当年15岁的他是台湾第一位破听奥世界记录的人 事隔两年台北举行世界杯听障游泳锦标赛 他又以32秒23成绩称后再次刷新自己的记录 只是对手紧追在后 他只比第二名快了0.01秒 水中世界竞争激烈 让这位听奥泳谈星星压力不小 这次的听奥他特别低调 甚至不太接受媒体采访 其实曾舒宁当初学游泳的理由很可爱 因为我一直想改善他洗头发 爱哭的毛病 因为我爸爸每天抱他洗头发抱着他 这样跟他洗他都哭不停啊 哭得很厉害 所以我想说游泳或许是能够改变他 这一游为台湾游出一片天 不过他也不是一路走来都很顺遂 墨尔本夺金之前一度想要放弃游泳 还好姐姐一个耳光打醒他激发出潜能 这次台北听奥很希望能够再次发挥潜力 三度刷新世界听奥记录 把金牌留在台湾 记者综合报道